今年高雄外外野生活 结合丰富有趣的活动内容 带给大家最精彩的 户外生活风格体验 现场将有各种品牌 露营装备及露营车的展示 以及超人气美食市集等 同时也安排各种野外生活 技巧的挑战 社府观光局邀请大家 11月来卫武营寻宝 2024外外野生活 即将带来非常多的 城市野营的 这些相关的露营装备品牌 超过30个装备品牌 也有现场超过40家 非常经典的 美食餐车跟市集 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现场也会展示 超过20个豪华的帐篷 跟15个露营车 此外我们也有非常多的 音乐的表演 甚至还有体验的活动 甚至大家小朋友最喜欢的走绳 也在今年也都会呈现 去年短短两天的时间 就吸引超过12万的民众 来到现场 所以我们今年主办单位呢 也非常的用心 也都扩大了我们所有的 这些整备 那希望能够来迎接接待 更多的市民朋友 跟海面外的旅客 把握时间11月2号3号 一定要来高雄卫武营 参加2024外外野生活 现场将由职人传授野炊料理工乐 更结合美食餐车的品尝 以及音乐表演 而除了各项野营装备的展示 也有达人分享野外生活所需的技能 让大家有知又有玩 享受最chill的户外生活 这是一个真的非常chill的活动 那我们这一次呢 特别符合这个主题 走出户外 我们去邀请了三四个摊位 还有餐车 还有高雄特别的三轮餐车 我们现在总共已经有46个单位 要来参与我们这次的活动 所以这次的餐点内容 也会非常的丰富 欢迎大家一起 带个野餐店铺在那边 轮流去买吃的 轮流去玩CAM准备的游戏 户外体验 体验完之后再吃 吃完了之后再继续玩 可以消磨两整天 高空溜索的部分 还有走神的部分 那我们今年 就会把人数 体验人数再往上提升 让大家都尽可能 让大家都可以玩得到 之外就是我们也还有 安排闪神的 闪神编织的一个教学课程 特别邀请到台湾 在露营圈里面 非常资深的两位玩家 他们很擅长用竹子 去做一些装置艺术的方式 去做非常野性的一个料理 然后不管是视觉上面 或者是在味觉上面 其实可以带给大家 非常丰富的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外外野生活精彩内容 充分展现轻松玩野的精神 市府官方局热力邀请 全台autocar一起来喂舞鱼 享受最秀劳的野生活 记者周恩臣采访报导